有很多小哥哥小姐姐來問我 Yellow 既然你有這麼多燈光的話 能不能推薦一款可以給直播帶貨的時候使用的 眾所周知我有非常多的燈 有影視燈 也有電影級的燈 有很多很多的燈 COP燈 LED燈布燈衝擊燈有非常多 什麼是直播而生的燈 看我 性價比較高一點啦 對不對 你性價比太低的話大家就買不了很多 因為直播有時候你不光很多的燈 你一把燈的價格如果可以買兩三把是不是更好 第一就是性價比 第二就是耐用性 耐用性就是風聲要夠大夠穩定 插著電不一定可以支持電池 但是就是要用起來非常的舒服 不會一下子就壞了 你不要在網上隨便看到一把所謂的直播專用燈光 就去買不OK的 你一定要買大品牌 這點很重要 第三點它要非常容易的使用 最好是內置電源 我說的電源是開關電源 也就是它變壓器和它燈體所有的東西 最好是組合在一起然後通用的保隆卡口對吧 今天它來了 來自瑞英旗下的奧法特直播5 光燈 瑞英是我最喜歡的一個燈光品牌之一 他們的布燈極其好用 包括他們旗下的這款叫做愛拍樂的充氣燈 我也是很喜歡 200瓦的功率 包括後面的三盞布燈都是來自瑞英的 應該說瑞英是卷布燈的開創者 顯色指數非常的高 OK所以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瑞英旗下的奧法特直播補光燈是怎麼樣子的 不可能說你上面印著直播補光燈 你就是專業的直播補光燈 專不專業要Yellow可以看了 這把燈250瓦雙色溫 3000到8000K的色溫它只要300多塊 不用讀系列 配件的話 這一條線 還有一個遙控器 就沒什麼配件啦 這個遙控器上面開關CCT 特效模式 它還有特效模式 這些常用的功能都在裡面 也就是說你直播的時候 你主播坐在這裡站在這裡 不用站起來去調燈光 只要用遙控器去調一下 因為它的燈不是很重 所以我們只要用這種非常簡便的 普通的沉重不用很高的燈架 就可以來支撐它了 然後我們只要把燈插在這裡 它這個真的是很輕便 你做直播燈光 就真的是要做的輕便一點比較好 整個燈體都是ABS材質工程塑料構成的 然後是一個磨砂的質感 不是反光 再加上螢光綠 看上去就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高級 OK 然後上面有個上提手 這個上提手 除了是給你轉場的時候提著 也是可以給你來擺動燈的角度來使用的 背面的話 就是一個碩大的風扇 這個風扇佔據了它幾乎90%以上的面積 所以說明是散熱的功率很高 因為我們的LED燈在工作的時候 產生的熱量非常可觀 需要大的靜音風扇來排出它 你才可以直播的時候 不會突然爬的一下燒掉 然後下面的話 就是一個220V的交流電插入口 一個開關 這什麼 IR一個紅外線的接收口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遙控器 來衝著它進行遙控 還有一個是功率調節 一個是色溫調節 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 它沒有顯示器 正面就是它的發光系統 發光系統它的燈珠旁邊 就是我們的同軸風扇 就是它的散熱系統 為什麼就是同軸 就是效率會更高一點 OK 然後這邊就是保溶接口 你可以像任何保溶接口的配件 這一點我們等一下再說 來看中間這裡是LED雙色溫的貼片燈珠 裡面有暖色的以及有冷色的 然後外面是一層毛玻璃做混色的 基本上我們現在使用的燈光 就有兩種封裝方式 一種是LED貼片的 另一種就是COB貼片的 它們各有好處也各有劣勢 這種畫的比較貴 這種便宜一點 這種產生的熱量比較高 需要更大的靜音風扇 這種產生的熱量比較小 因為它每個貼片燈珠 中間是有縫隙的 密度是比較低 那這種COB貼片燈 其實仿造的就是敵燈的一個效果 它的穿透力更強 因為它的單位面積發光越多 但是它的造價也更貴 就不可能說幾百塊 就可以給你買到的這麼大的功率 LED我們在直播的時候做這個貼片的話 由於它的散熱壓力低 再加上它做大的散熱風扇 在這裡做到同軸散熱的情況下 所以它工作起來 應該理論上會更穩定 沒有意思嗎 雖然說標稱是250W 但是它是通過125W的冷色貼片 加125W的暖色貼片 在某個特定的色溫的情況下 例如4200K或者5200K 5500K某一個色溫的情況下 才能達到250W的輸出功率 保容接口我們就可以上各種配件 例如說 插進去之後它就這樣 哇這個造型真的很好笑 然後你打開之後 這裡有一個濾鏡夾 可以夾你的濾子 直播必備的是什麼東西 包子 黑色的荔枝紋再加上 螢光綠的配色非常的好看 我很喜歡它 哦你看 這樣子插進去 有點巧妙哦 如果這裡中間有個反光碗的話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雷達罩了 這個要不要單獨說 它這個質量好好啊 而且很輕 而且還是個雙層柔光布 包子看到沒有 直接是你只要這樣拍過來 哭住就可以了 它五行之中這一點小元素 都是可以讓你 節省一點空間 以及節省一點時間 提高你的效率 那整個造型就是這樣子 輕便的燈體 內置的電源 輕便的燈架 輕便的八角柔光箱 這樣子 說實話 你如果有戶外電源的話 你這樣子出去拍的確也是挺輕便的 但是它還是定位於一個比較專業的直播燈光 所以我們現在點亮一下 開機 這個亮度 隨便放 色溫開到3000 3000的話功率是132瓦 在這個位置 它是最高功率270左右 好不好 1米的照度它是4595 顯著指數大概是95% 然後黑體偏移Delta是在小數點後的3-4位 除了這個燈之外 他們還吃了一個便攜的 充氣的 12瓦的 手持的 後面有一隻青蛙呱呱 的一個充氣燈棒 怎麼使用呢 買這種12瓦的充氣燈 市面上其實也有一些 你千萬不要去買那些二手的 不要去海鮮市場買二手的 對不對 因為它充氣是需要 這樣去吹的 很容易你就買到那些本地美女 一手燈 知道我意思吧 一定要買全新的 100%亮度 補一下光 自拍的時候你的發光面積 如果越大的話你就越柔啦 這樣子開 就很好看 直播的時候去戶外直播的時候 拿這個也可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繼續瞭解一下 我是Yellow 他是JainAlphaT 我們下期再見 And 水